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韩国队打得非常顽强 不仅取胜 而且是3比0的完胜 由此也能看出 韩国队还是比较有韧劲的 中国队和韩国队的比赛 前四盘双方战成2比2平 第五场决胜盘的较量 是国语00后小将王芷怡对阵韩国队的身欲镜 两人在前两局也是打成了1比1平 决胜局的较量 王芷怡上来就被打猛了 开局便是1比13的局面 在之后也被深欲镜牢牢压制 因此 王芷怡输掉了关键的一局 中国队也输掉了比赛 赛后的王芷怡犹如犯了大错的孩子 走在球队的后面 看上去一脸无助 据知情人透露 王芷怡在赛后也是深深的自责 王芷怡在自己的网络平台上写道 没能在最后关头为中国队守住关键的一分 辜负了大家对我的信任 对不起 不过 王芷怡也表示 在中国羽毛球队披荆斩棘 乘风破浪的道路上 我将竭尽全力地贡献自己的力量 置之所趋 穷山俱海 不可阻挡 我是打不到的小王 两年后见 在评论中 国语名将陈清晨也鼓励王芷怡 这次失去了 下次我们一起努力再拿回来 期待中国队在总结经验教训后 能够早日王者归来 最后 感谢大家的收听 收看 谢谢大家